这次人大常委会对澳门政治改革只是确定了框架性的原则 但立法会究竟要增加多少议席加值选还是监选 还是预留了空间让民间思考 对于首阶段的政改咨询把大部分的市民排除在外惹来不少批评 有议员希望政府不应再重蹈覆车 我们所认政府其实是想客观地收集民意的 但是他的方法错了 因为实际上澳门很多人并没有真的参加社团 只不过社团多不能够用社团代表公众的意见 其实现在开始讨论一个模式 所以之前我们大家有三步夹两步就希望走快一点 但其实现在正式OK了 现在正式开始大家谈这个问题 另外对于社会上有声音认为只选和监选各家两席的方案 并没有令立法会的民选比例真正增加 是民主的倒退 有政界人士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不认同 我始终我也都搞不明白 为什么家系倒退 我不明白 始终家系多了人去帮社会表达 是不同形式的表达 很清楚必须要体现直选比例越来越高 我们要求循序战争 不是2013年全部直选 不是这个意思 欧景星重申 政改咨询不应该见步行步 只针对2013和2014年的双选剧 而是需要一个长远可行的正改路线图和时间表 二位是彭爱茨 王冠中 刘俊勇 澳门报道 三位是彭爱茨 王冠中 刘俊勇 是彭爱茨 王冠中的双选剧 是彭爱茨 王冠中的双选剧